Hello, 大家好, 星期三十點半 Webcode 今早出來了 Guarantee SBC 有 Saudi Professional Lead 以及 EPL 不會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這個應該會出 但大家要記住 今早出來了之後 是否代表他今晚定出呢? 會不會是今晚先出沙地 明天先出英超 還是今晚都一起不出呢? 因為上星期都試過 星期一出了Webcode 之後好像是星期三還是星期四才出SBC 然後很多人都想肥料會等著升 最後就有點糟糕 先說了一些肥料 其實今天我四點幾都在這個群組裡說了 因為早上也不是太有空 也不是回到太多訊息 我都說肥料應該不會升得太多 因為之前也說過 過分地投資了 第二就是 有位師兄也說得很對 現在除了Rare Gold是肥料之外 連那些狗屎垃圾的 Team of the Season Card 都變成肥料 大家會看到 甚至IF Card 已經跟Rare Gold接近平價 你看看這些88的肥料 其實已經是去到Rare Gold的價 還有一些很垃圾的 為何我這星期都這麼強調 肥料未必再有得賺 是因為肥料已經不單單只有Rare Gold 可以滿足到市場的要求 現在是連Special Card都變成肥料 是Double了肥料的Size 以前可能大家都只用來用去 都是88那幾張 以前就說一定要有 所謂大家的 PSG七子 即是南華斯 斯華 卡雲尼 總之那七個人連起來 一定能吃到CAM的混合 但現在已經不需要了 因為很容易找到合格值 例如整個前場86 砌到阿根廷已經滑滑有餘 還可以滿足 Team of the Season 或IF的要求 因為那六張卡有三張已經是Inform 因為它跟Rare Gold的解約 所以它是比較難炒起的 其實你看到這個Twitter 這個也不錯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HIGH RATED MARKET SINCE LAST NIGHT GUARANTEE TEAM OF THE SEASON SBC COLEADED 所以這卡是升了10% 10% 我想大家以前做日常運動都可以做到 你又看之前的SBC 其實 Team of the Season 英超的升級 先令到英超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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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它是重複 但是你想像一下 香港明天 一時應該是不重複 的話 我不想提升太多 所以我今天強調 就是 我個人的意見 我不想代表 所有群人的意見 你問我 我寧願先賣完肥 賣完八成 留兩成 會否一點點出 可能會再貴一點 都可以 永遠都說不會把所有雞蛋放在頭上 當然 如果今晚不出的話 就有一個很麻煩的 consequence 就是明天派彩 會有很多供應出來 明天一出 基本上就像大家這樣說 明天會是人踩人 大家把肥料都放出來 即是儲了肥料的又放 明天的rewards 又放 而擔心星期五有大量肥料供應的 亦都放出市場 然後就會有很多肥料放出 我最不想見到這個情況 大家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今天的影片不會說太多肥料 想說的是什麼時候買這些英超的卡 其實有幾個情況是可以說的 這一刻 你問我 這幾天裡面最好的best time 去買 其實是這一刻 至明天的rewards 錢 為什麼呢 是因為 我有一個logic去想 其實人們不是沒有錢 但人們都會等明天rewards 出了什麼 賣到什麼 套現再換一些卡 假設明天有人中了一張包皮 可以拿著2ml 然後再燃到那張rg包皮 然後又馬上賣到33萬 我都沒有追這張卡 33萬 他又拿到280k回來 然後就可以買到2ml2 2ml3的卡 他是因為受著不夠錢的限制 賣到的東西 令他增加多點才買 假設你想買英超的卡 你這一刻夠錢的話 你應該是現在買 而明天跟別人爭 例如你有3ml 你想打包圈達神 加羅伯神 加華底 我假設 其實你應該現在買 你沒有需要跟別人爭 第二就是 以一個打 這10天發生這麼多svc 其實EA都很聰明 出了很多untrade的svc 出到根本大家都害怕 很多人中team of the season 中到重複 就算中一些厲害的人 但你只能做得到重複 即是利物浩那個 你迫著要放到svc 然後你手頭上 其實都有很多untrade的肥料 因為你那些svc出來的result 都是untrade 其實很多人手頭上 都有untrade的肥料 和untrade的team of the season 明天派賽的人會選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上星期有多少人打 因為這星期是team of the season EPL的派賽 今晚明天4點 派賽 我想老虎在每個都選擇 可能是少一半的可能性 但可能我賣到錢 因為他會覺得 我這幾天做這麼多untrade的svc 我根本已經蒼演一堆 這些rare gold的svc 的垃圾卡 86、87、88 如果我又再開一張卡雲尼出來 又再開一張Hugo LaRice 又再開一張Thomas Oula出來 我根本沒有辦法再放進一些svc身上 這樣會虧 你沒理由拿一張88 放進84的svc上 加上你那一刻 未必有這麼多svc 很多人都會選擇 我寧願要tradable 總之我抽到什麼 我不用 我都可以拿出街 哪怕只買1萬2萬 我都買出街 拿到cash 以免用 因為我手頭純粹有太多untray的東西 後果是怎樣? 第一個情況是明天 我會覺得會有很多英超的卡供應出市場 但時間會很短 明天派彩後的4點至7點 會有很多這些卡丟出來 但也會有很多人同一時間 在那段時間買卡 因為你要買卡 一定是星期四買 你不會開期間才買 亦不會星期六才買 最瘋狂的當然是星期日才買 然後一天打三十場 極端的例子我不說 明天4點後會出現什麼情況? 就是獲得獲得的人 可以獲得的錢去買卡 還有今天沒有買卡 明天又和你贊 為何你要明天去買? 我推薦你買到的就先不買 這個是我建議的情況 還有第三個情況 當然星期五至星期日 我一向都不建議買卡 因為打個星期日不買 星期日之後的售賣會很誇張 我可以隨便抽一些卡 給大家看一看 例如之前的社會 社會的卡 例如 Filipe Anderson 我記得星期五是升到八百九十幾 對,八百九十幾 看到了 星期六 即是星期六 一開之後那天 然後 它已經一結束之後 就跌回到七百八十幾 現在跌了十一萬 你記得七百八十幾 是你賬面的價格 當日可能會跌到七六幾 甚至七三零 有十五六萬的差別 我覺得 同一類型的卡 即是英超的卡 會絕對發生在下星期一、星期二 我會建議 如果這星期你不是用英超打 真的沒有觸碰 下星期才會觸碰 有些人都會說 歐佩了不是升嗎? 是 但這星期的供應實在太多了 你看看SBC 其實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untrade 或者tradable的SBC 供應在市場外 根本很大機會可以 抽到很多不同的垃圾出來 在市場上 加上我猜今晚會有 UCAL的マークリーン 之前也說過 利物浦、早記、皇馬和Dortmund 那些是一些tradable的卡 今晚應該還有 明晚才出現 其實又是多了一些tradable的卡 我會覺得這次英超的供應是多 你看一下價格 其實他們現在都算是便宜的 你看見Dembroil已經回到3.8了 今天也是4和3.6之間到處走 華碟已經跌到75 大概750 我會提供給大家 這些卡 是去年2019 還有Team of the Season 英超期再掌握 阿力森 去年基本上一出之後 都是大概 星期一、二跌到最低 都會慢慢升上去 我可以告訴你 他的原因 都是因為 週末多了人打 要用 但你看到長遠 都不會有特別的升幅 尤其是有些人都會問 如果Lars終極大佬 Ultimate Pack 是怎樣的? 好像是去年是6月20幾號出的 我記錯了 6月21 你看這張阿力森 6月21發生什麼事 6月21其實都不是變化很大的 6月21 對 結束後就下跌 但21後覺得沒有 因為可能 阿力森不屬於Ultimate Pack 裡面的卡 但Ultimate Pack 裡面的卡 就會下跌到真是 很糟糕 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 你用這些英超的人 的時候 unless你用一些很大價的卡 其實其餘這些 長遠都會下跌 但我會覺得 未來這兩個星期 今天這段時間 理論上應該屬於 最好的時期 去買這些卡 instead of 你等到明天 或者甚至下個星期 一二的Panic Sell 因為Panic Sell 不只是英超的卡 應該是很多卡都會Panic Sell 大家都看到 今天在群組裡的人都說 不是EPL的卡 Panic Sell 是講 Icon都Panic Sell 很重要 古列治 朗拿道 這些都下跌 告老夫 已經升了 9.3 之前有8mil 都可以買 當然Icon 供應太少 價是不準的 還有 看看 Team of the Year的卡 嘩 張斯朗已經跌到6.3 大家看看 這些卡已經開始跌 但我不建議特別留底 為甚麼 其實之前有個星期都說了 有人買了 簡迪 因為沒有出 所以他升 但其實你看回之前 Von Dyke 也跌 Calvin De Bruyne 也跌 Money跌 Trend Robertson 也跌 上次英超 這裡有6張卡 1.2.3.4.5.6 是Alexon 其實這1張卡 沒有跌 是因為他沒有出 Team of the Season 其餘都跌 所以我不會 你會拿出一個危險 去買 現在買 Team of the Year 不然你很想用 例如我很想用C-Long 那你就買 當然沒有問題 我 個人意見 我今年 拍中這張99 C-Long 我真的用了很多場 是真的屈肌 當然 大家知道我不打Weekend 我打DR 打Squad Battle 我覺得是真的好用 4.5星腳 這個叫做 我也不建議碰 即使這張Delete 我也不建議碰 因為 有人說過 今個星期 是否會出二甲 又說德甲 又說西甲 你問我 我會看些 Leak 說些甚麼 但我不推薦大家盡信 因為 Leak是一種 方法令大家 去Panic 銷售卡 很多人都已經由德甲 去西甲 很多人都說西甲 我依然是 德甲 因為我現在還在看2019年的trend 因為我看到EA 去年也是這樣出 而頭兩次 他都是按這個pattern 這樣出的時候 我當然很順利成章 會出Bondus Liger 我不是不相信那些Lead 但我覺得我用一些正路的股法 你說出二甲 你說出西甲 其實是沒有reference 我覺得出德甲 就是因為去年這樣出 情況大概是這樣 有些人都問我 有些人都問我 甚麼時候買這些得甲的卡 其實我之前 有張list 分享給大家 星期一的時候 看看價錢 都 到價了 尼雲道夫斯基 其實都是660-700度 你見現在都是大概700度 Marco Royce 都是807-900度 但是Marco Royce 是貨小的 是比較難搞的 Timo Werner 升上三二幾 還有我建議大家買一隻Dacosta 應該都到價了 我叫175買的 還有另外一隻Food Birthday 那張harvest 已經跌到165 其實我手上還有幾張 185買的 但是 我解釋一下 Sell Time 是甚麼時候呢 就是星期五 完了lighting round 或者接近lighting round 可以放的 還有甚麼時候你想貨 我不想等到星期五 我不想人踩人 可能某些人都跟了 然後大家覺得 我一起拿出來買會怎樣 會不會有甚麼問題 其實 如果你覺得 我有錢賺的 我不會說 我不需要賺很多 因為我想 Stay Liquid 你可以明天 派彩當時放 因為派彩的人 都會想買回這些卡 尤其是這些十多萬卡 很多人都會買回 當然 明天你不會說 我買一張古列治 會不會有人接貨 但你買這些 Harvest Dacosta Timo Werner 總會有人接貨 例如Timo Werner 我明天賣到 340k 你300k 可以入到 這樣便可以 沒問題 你應該要照 list 不然 我甚麼時候 因為我現在賣的卡 我都長期在 list 我入得比你們更多 我不介意 我告訴你 我入了 Headliners Walkers 我入了Atal Royce 我入了很多 Royce 我入了利華道夫斯基 我入了 Hernandez 我入了 我全部都是中價卡 我甚至有入到 Hide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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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甲 右閘 其實我都入了很多 今天看到價格下跌 我都補了少少 我還是等明天又放些 後天又放些 星期六又放些 以為 星期六才放 因為 總會有 Lazy Buyer 有Panic Buyer 你不放是 你失去了 但是 沒有理由 你不list出去 因為我經常說 你不要那麼貪心 我要賺盡 我要把利華道夫斯基 升上150K才放 升到150K 的時候 就不是只有你放 就會有很多人放 大家就要去衡量 影片比較長 但可以解釋到 EPL 什麼時候買 手上的卡 什麼時候放 明天會再跟大家說 一說 市場可以怎樣部署 明天大家抽紅卡 Redpick的時候 就可以分享 沒問題的 不會有人踢你走 希望中特布尼 還有 有個師兄 神經病 你昨晚 你跟我說 你凌晨 搞了二千張卡 做SBC 你說只有一張垃圾 Anyway 我批頭下來 明天 Redpick一定中好 中不到好 你找我 我補貼飯給你 OK 所以 大家明天好幸運 可以WhatsApp 或Telegram我 可以介紹給朋友 多謝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Sony 今天在群組裡 這樣問我 我也有點猜疑 因為 我知道 在市場上 一個很少的角色 但有個 那麼 顯刻有名的人 都問我怎樣投資 我也覺得很 感受 OK Thank you